每日亲近神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 亲近祂得着亮观 民数纪第42天 民数纪36章1-13节 盼望所存忍耐 约瑟的后裔 马拿西的孙子 马吉的儿子基列 他子孙中的朱族长 来到摩西汉做首领的 以色列人族长面前说 耶和华曾吩咐我主 免旧分地给以色列人为业 我主也受了耶和华的吩咐 将我们兄弟西罗菲哈的产业 分给他的众女儿 他们若嫁以色列别支派的人 就必将我们祖宗所遗留的产业 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中 这样我们免旧所得的产业就要减少了 到了以色列人的西年 这女儿的产业就必加在 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上 这样我们祖宗支派的产业就减少了 摩西照耶和华的话 吩咐以色列人说 约瑟支派的人说得有理 论到西罗菲哈的众女儿 耶和华这样吩咐说 他们可以随意嫁人 只是要嫁同宗支派的人 这样以色列人的产业 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 因为以色列人要各守各祖宗支派的产业 凡在以色列支派中得了产业的女子 必做同宗支派人的妻 好叫以色列人各自承受她祖宗的产业 这样他们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 因为以色列支派的人要各守各的产业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 西罗菲哈的众女儿就怎样行 西罗菲哈的女儿玛拉 德撒 荷拉 密加 诺阿 都嫁了他们伯淑的儿子 他们嫁入约瑟儿子 玛拿西子孙的族中 他们的产业仍留在同宗支派中 这是耶和华在摩亚平原 约旦河边 耶利哥对面 借着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命令典章 民宿记结束于 这是耶和华在摩亚平原 约旦河边 耶利哥对面 借着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命令典章 民宿记的命令典章 以西罗菲哈的五位女儿 为保存产业作为开始和结论 按照犹太人的传统习俗 产业通常是传给儿子 西罗菲哈的众女儿便害怕得不到产业 因为他们没有兄弟 而他们的父亲又已经死了 这绝非一件为不足道的事 它具有三项重大的属灵意义 第一 他启示我们 今日基督徒选择结婚对象 没有绝对的自由 重要的是先寻求神所显明的旨意 并定义顺服且遵行他所配合的 总要嫁获取在主里的 方能享受属灵的赐福与影响 而产生敬虔的后裔 第二 第八节提到 凡在以色列支派中得了产业的女子 必做同宗支派人的妻 号叫以色列人各自承受他祖宗的产业 主耶稣的家谱在马太福音提到 雅各生约瑟 但在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三节提到 约瑟是西里的儿子 路加的记载是以人看来 指明约瑟实际上不是西里的儿子 乃是按律法算为他的儿子 约瑟是玛利亚的父亲西里的女婿 这事例也许是照着民数纪 二十七章一至八节 三十六章一至十二节的定例 父母若只有女儿为后子 产业应归女儿 但女儿只能嫁给同支派的男子 使产业留在原支派里 赞美主 这是何等大的盼望 我们的救赎尽与旧约的律例有关 而连于基督 基督是女人的后裔 且为同女所生 第三 西罗菲卡的众女儿 欲表我们这些按肉体是外邦人的 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 在以色列国民以外 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举外人 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 没有神 如今我们因这定例成了新妇 因这极大的盼望 真爱等候迎接新郎来迎娶 哈利路亚 证明这事的说 是了 我必快来 阿们 主耶稣啊 我愿你来 道读神的话 启示录22章20节 证明这事的说 是了 我必快来 阿们 主耶稣啊 我愿你来 阿们 主耶稣啊 我们欢迎你 我们欢迎你来 愿你的圣灵 现在就降临在 与我们同在当中 愿 启示智慧的灵 大大的充满我们 使我们可以更深的来经历你的爱 更贴近主你的心意 阿们 主啊 是的 求你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更深的经历你的爱 更贴近你的心意 使我们不再看自己伟大 而是愿意将主权交还给神 认定神要做我们生命的主宰 阿们 哈利路亚 是的主 我愿意认定你 作为我生命的主宰 我要宣告 不再像雅各一样 靠自己乱抓 而是全然的交托给神 聆听神的心意 愿意活出神掌权的生命 阿们 亲爱的天父 孩子愿意放掉自己里面的固执 和自以为义的想法 孩子愿意让神居住在我们的心中 成为我生命中优先次序的守卫 让神亲自在孩子的心里动工 使孩子可以成为神所重用的仆人 谢谢耶稣 阿们 是的主耶稣 谢谢你让孩子与你同工 谢谢你主啊 是的我愿意与你同行 与你对齐 愿圣灵成为我们的老师 赐下分辨是非的智慧和能力 让我们为神的真理而活 勇敢的为主而站立 阿们 主啊 是的我们要勇敢的为你而站立 我们要成为福音祝福的管道 求主帮助我们凡事中心 为主所使用 一生都要用信心来跟随神 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耶和华 祢的化 祢的化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